我先去对于圆黄花 自己晓得找钱 深更半夜 连在家里面休息都不顾 都要去找了十块钱 他对这些方面 不得满足 对他产生到生活上面 情绪上面 没有共同的爱好 他认为 我妈妈 她平时穿着 看那些跟我爸爸 都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女儿被人残忍 杀害并炮时 她却联合三千多位村民 写下请愿书 希望能对凶手从轻处罚 今天的故事很治愈 男人看了会沉默 女人了会流泪 让我们把时间 倒回到2010年5月份 一位渔民在江滩上 发现了一捆衣物 他原以为是什么大型的死鱼 便仗着胆子扒开查看 却立刻被眼前的景象 吓得四肢瘫软 这居然是一句死尸 仓皇之中 渔民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方通过对尸体的检查 确认了以下几个信息 死者为女性 30岁左右 死亡时间有一周 死者浑身赤裸 四肢被绑友撕出刀伤 被单抱过的尸体 头部套着多个编织带 一根水泥柱 这在腰间 通过上面的红色数字漆 警方猜测这应该是路旁的标具柱 顺着这个线索 警方展开了调查 果然在郑武镇附近 发现了缺失的标志柱 经过对比 警方确认出现在 死者身上的正是这一根 很快 警方就在附近张天了认识起时 没想到 第二天 就有一位大妈前来认识 因为她的女儿已经失联了有一段时日 而且起时上的体貌特征 也很像是自己的女儿阿梅 尤其是在警方拿出那张包裹尸体的被单后 大妈更加坚信了自己的想法 警方很快便通过DNA 鉴定确认了 死者的确就是阿梅 从阿梅母亲口中 警方得知 阿梅是年38岁 刚跟前夫离婚不到两月 两人育有一女 刚上高中 前段时间 她都在前夫袁幻华家中住着 这么看来 阿梅的前夫袁幻华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果不其然 警方在袁幻华的家中发现了许多证据 捆绑阿梅四肢的证实袁幻华家中的笑 就连打劫的方式都如出一辙 同时 警方还在这里发现了不少编织袋 经对比业与阿梅头上套的编织袋完全一致 面对着警方的询问 袁幻华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直接交代了自己杀害前期并抛尸的全过程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警方始料未及 三千多存名集体为杀人犯求情 这场面一下子给警察证不讳了 因为这次请求的发起人 居然是受害者的母亲时 他们瞬间就意识到 这件案子似乎没那么简单 1990年18岁的阿梅年轻聪慧 而且多才多艺 然而家庭的结局不允许她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 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 她认识了袁幻华 阿梅原以为自己今后的人生就这样了 随便跟个不认识的男人结婚生子 将就一生 然而没想到袁幻华的一句话 却让她大吃一惊 如果你想继续上学的话 没关系 我会资助你 你供她读书逛了几年啊 差不多三年 多的什么学校啊 农工校啊 其实袁幻华也并非什么有钱人 她很早就选择辍学打工了 由于肯吃苦 为人又踏实 所以几年下来也算是攒到了一些钱财 当她得知阿梅的处境后 表现得十分同情 便一口气又供她上了三年学 袁幻华肯定是喜欢阿梅的 但她心里也十分清楚 阿梅更想去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自己这样的出身反而对她来说是一种束缚 因此 尽管两人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 却一直拖着没有结婚 袁幻华不希望阿梅是处于报恩的目的才嫁给自己 就这样经过四年的相处 阿梅也意识到袁幻华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最终也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选择与她结为夫妻 两人生活在一间出租屋内 很快便有了爱情的结晶 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袁幻华每日每夜的干活挣钱 她白天骑摩托车外出拉火 晚上还不忘自选木工 整点闲钱 更让邻居们交口称赞的是 袁幻华从来不会抽烟喝酒 或者跟人打牌 她省吃点用下来的所有积蓄 都用在了自己老婆孩子身上 甚至就连阿梅的娘家人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 皇天不负苦心人 没几年 袁幻华终于攒够了钱 将妻女搬进了新买的房子里 同时 她还不忘给丈母娘租了一套房子 然而两人的小日子 却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顺遂 阿梅平日里的工作是给人唱谈会 附近谁家有个红白喜事 都会请阿梅去帮帮场子 因此阿梅在一时起去各方面 都与勤俭的袁幻华哥哥不入 若只是追求时尚还无伤大雅 要命的是 阿梅慢慢的还沉迷上了打牌 后来索性一天到晚 拧在了牌桌上 往往都是输个血本乌龟才罢休 为此 袁幻华也曾劝说过她 但终归是无济于事 即便是这样 袁幻华依然全心全意地爱着妻子 每个月的收入 以毫无保留的上交女儿 小雪对妈妈的行为一直很有成见 她甚至直言曾见过妈妈 跟一个道士在外面开房 对于红性出强的妻子 袁幻华没有打骂 更没有将妻子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 然后闹离婚 她一门心思觉得或许自己再努力一点 再多挣一点钱 妻子应该就会回心转意了 然而接下来世纪的发展 却远远出乎她的预料 妻子要把情妇接到家里共同生活 甚至要求丈夫贯吃贯住 就连她跟情妇生的孩子也要跟着 试问哪个男人能够忍受这等羞辱 2009年 刚刚学会了网上冲浪的妻子阿妹 结识了一位网友 她很快就被谢某的幽默和真诚打动 尽管自己有着老公和孩子 却依然高调地宣布了与谢某的恋爱关系 同年11月份 阿妹向老公袁幻华提出了离婚 整整15年的夫妻感情瞬间化为乌有 尽管袁幻华并不希望妻子离开 更何况她也不像女儿 小小年纪就要承受这样的压力 但也看着阿妹的态度十分坚决 没有丝毫挽回的余地 袁幻华最终还是答应了离婚 既然妻子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自己这里 能够成全她的幸福反而是件好事 更令袁幻华意外的是 就连女儿也巴不得他们早点离婚 摆脱了家庭束缚的阿妹 终于可以放心地去追寻真爱了 她头也不回地与谢某一起离开 离开了 只留下袁幻华一个人照顾着女儿和岳母 被遇绝情的妻子 袁幻华却始终恨不起来 她甚至还时不时地幻想着 有朝一日妻子能够迷途知返 令袁幻华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2010年的4月份 离家出走的妻子真的回来了 然而离谱的是 她是跟着情夫谢某一同回来的 阿妹一脸认真的跟前夫袁幻华说 她希望能让谢某搬到家里一起住 她将来会给谢某养儿生女 但孩子可以跟着袁幻华 阿妹说这话时的语气很坚决 听上去更像是在提要求 而不是在商量 面对前妻如此颠覆三观的荒唐话 纵然是一贯老实巴交的袁幻华也忍不住发怒 她再怎么爱着眼前这个女人 也不能容忍她如此狂妄地践踏自己的尊严 更何况她还要面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于是 袁幻华果断拒绝了阿妹的提议 阿妹似乎也是提前预料到了这一点 也没有多说什么 便独自去了卫生间洗澡 然而 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自己接下来的一句话 将会彻底点燃前夫的怒火 也直接把自己的人生给葬送掉了 眼瞅着搬进来无望 阿妹便提出将母亲接到家里住 这倒不是她良心发现想要照顾老母 而是盘算着母亲搬过来后 自己和情妇谢某真好可以搬到母亲那里常住 此言一出 袁幻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她领起一把刀便闯进了卫生间 将沉醉于荒唐幻想的前妻砍翻在地 此时的袁幻华已经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等到她发现妻子早已经丧失呼吸的时候 她才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慌忙之中 她下意识地将妻子用被担过了起来 趁着夜色将尸体抛进了何种作案 袁幻华每天都提心吊胆 一直到警方找上门的那一刻 她才如是重负 女儿跪在父亲面前悲痛欲绝 这悲伤比她在得知母亲死亡后来的还更重 村民们也一时间为袁幻华唏嘘不已 就连阿美的母亲也心疼这位好女婿 于是自发写了份请冤书为袁幻华求情 而村民们得知此事后 纷纷在这份请冤书上签字 最终递到警察手上的足足有三千多人的签名 后来 袁幻华已故意杀人罪被判出有期徒刑时二年 如果不出意外 她这会儿应该已经出